那我们下一位就要欢迎我们重量级的一个特别来宾 地产律师Steven Chen 欢迎 因为今天他的时间真的很急很宝贵 所以我们就是用访谈的方式来问一下地产律师 就是说 什么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到你 地产明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为什么大家要吵架呢 那什么时候吵到什么时候 我们就要请你出场了 大家好看得到吗 看得到对 谢谢大家 我刚才讲的就是买地产是个快乐事情 为什么要吵架 那大多数的时候大家找到我的时候 已经不高不高兴的时候在吵架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呢 第一个你要找一个好的agent 那他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这些事情 因为大多数时候呢 这些agent就是帮你处理这些不必要的烦恼 可是有的时候还是遇到一些不好的买家跟卖家 在这个时候呢 你们要看你们的合约上面到底签了什么东西 那Amy特别把我们框出来 第29 30 31 这在每个加州买卖房地产的话 大多数的agent都会使用的这个合约 就是CR的standard form 那29这边就是所谓的liquidated damage 就是说今天假如说你是那个卖家的话 买家违约的时候呢 卖家能拿到最高的赔偿 在这个section里面 那大多数都是3% 那第30这里面就是说调停的这个provision 调停的这个class 那为什么有这个调停的class呢 连房地产他们这个管理局都希望说 大家能把问题合理的解决 不要都闹到我们这边来 闹到法院那边去 30跟31就所谓的调停provision 跟arbitration provision 那调停这边的话呢 这个房产局这边是蛮强制大家去的 因为今天假如说你有纠纷 你不去调停 你直接去诉讼 或者直接去中裁 那法院到时候 你就算打赢这场官司 律师费各自支付 那在美国的话有打过官司的人 应该都知道律师费是蛮贵的 一场官司打下来 3万5万其实算是蛮便宜的 5万到10万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在美国打官司是很贵 所以你真的有纠纷 需要到打官司的时候 你认为说自己应该会赢的时候 你当然说希望能对方付这个律师费 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mediation 那这个正常来讲 这个mediation的话 它是蛮便宜的一个程序 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你可以去法院给的 这种调停官 那种有可能会比较贵一点点 一个小时500到1000块不等 那今天假如说你是用 房产局这CR的这个调停官的话 我刚才有上网帮你们大家看一下 它的filing fee 500块 那一个小时 他们都掌握在200块 那大多数就是说 两三个小时就能解决 所以差不多1000块上下 那配合你的agent 配合你到时候聘请的律师 大家可以很合理的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为正常来讲 这个调停官会帮你们分析一下你们的这个问题 那像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房地产的纠纷 像违章建筑 就买的时候 你认为说有多这个200尺的这个add-on 可是后来在这个eskull的过程中发觉说 他其实是没有拿到permit 就当初自己盖的 那有可能买家 他认为说这是包括在这个square footage里面 那卖家呢 自己买的时候也不清楚 所以他也不知道说 这个当初是违章建筑 那像这种情形的话 你有一个合理的这个agent 跟一个好的律师的话 他会跟你解释说 其实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从cini拿到一个valid permit 那当然这个程序是需要一点时间 也需要一点金钱 可是这个金钱呢 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数字 有可能1万块以内就可以搞定 那能搞定的话 你何必去打这个官司 那假如说你真的不想买的话 那你透过这个mediation的程序 你可以直接退出来 那你不要买 反正在南加州的房地产的话 其实都蛮热门的 除非什么特殊情形的话 买家跟卖家都可以找到新的选择 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假如说真的 你的mediation都还没办法帮助 两方解决这些问题了 那你们下一个选择就是要中裁 或者就是去诉讼 那怎么选择中裁或诉讼呢 中裁就在第31个paragraph这边 arbitration 那就看你们当初 在整面offer的时候 你们没有签这第31行 这31行你们有签 那你们的纠纷 就会去中裁那边处理 假如说你没有签这一行 那你们的纠纷 就会去法院那边处理 那差别在哪里 中裁跟诉讼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他们是蛮类似 可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把中裁想象成一个私人法院 那私人法院就是说 你今天你可以比较快速的解决 你今天去一个洛杉矶高等法院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一个官司可能打下来 要12个月到18个月 假如说你先去中裁官那边的话 可能6个月之内就会结束 那差别另外一个就是说 中裁官那边你的费用会很高 中裁官的话 一个小时的费用可能750以上 那一个官司打完的话 你的律师费可能就几万块 中裁官的费用可能也是几万块 那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私人聘请的法官 那来帮你审这个案件 那最后这官司打完之后呢 这中裁打完之后 输的会去付赢的那一方的律师费 加上这个中裁费 所以变成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情形发生 那法院那边就比较便宜 可是就比较慢 正常来讲一个filing fee 在法院现在是435块 可是你要在这个法官这边慢慢等 等到他有时间 所以才会花12个月到18个月 因为正常来讲一个法官 他能处理的案件就是有限 那大多数等12个月能结案的话 算是很了不起了 那这样的话对房地产来讲 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 因为假如说今天你们这个房子 卡在escrow 买家他想赶快卖掉 拿到钱去买下一个房子 下一个投资 那或者是那个买家 他现在已经有depotify在这边 他也没有足够的钱 再去做下一个买卖的话 这些都是很不利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是要这两个这样的选择 真的昨天跟张律师在聊天的时候 就发现说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良心的律师 因为他第一个就跟我讲说 其实这些吵架很多时候都是误会 如果这个误会能够在 应该顺序是这样 如果能在agent这边解决 就跟agent先解决 那真的不行的时候 可以先找一个religation 像Steven这样的律师 花个几百块的这个咨询费 先到张律师这边咨询一下 其实你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了解到说 如果真的上法院 到底你输跟赢的这个可能性 是多少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用再往后面这些 像是不管是religation 或者是法院 就真的不用花那么多金钱跟时间 去处理一个 你可能找律师 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不对 那前提当然是 不是要自己说自己多好 可是就是说前提是 有些律师确实是唯恐天下不乱 就什么事情都跟你讲说 你打得赢这官司 可是事实上这官司是打不赢的 那今天既然这是有录影的话 我就不讲名字了 下次你私底下找 我再跟你们讲是哪几位 不过就正常来讲的话 你只要找到对的律师 正常这种纠纷 你们这个CR form 现在已经到了十几页了 我过去二十年来 他业数也一直在增加 那行也越来越多 其实你们的合约已经写得非常好 所以你们才大家都用这个standard form 正常来讲 这些纠纷 这些误会 其实都是能解决的 很少需要真的到诉讼里面去 真的 听完你讲之后 就更加的豁然开朗 就觉得说 其实很多误会 前面的每一个程序 好好做的话 其实真的都不用搞到那么严重 所以我其实 我是建议大家来找 虽然说我有专门做诉讼 历程诉讼 也做了很多 我建议大家需要找我的 有关于投资 entitlement development那些 我很多客人都是透过这些房地产的 这些投资 1031 exchange 刚才那个会计师讲的那些 不同的方案 可以让你赚越来越多钱 这才是比较好的一些出路 其实你们agent都很了解 你们的买家以后都是未来的customer 所以其实帮他们好好的处理的话 以后他们就更定你一辈子 那你们也可以越来越 大家都可以赚越来越多钱这样子 真的真的呼应你一开始就讲的第一句话 买房子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干嘛给他搞的这么不开心 我买房产就是要赚钱 对所以如果要找律师的话 就最好是想办法让你的这个 保护你的资产这些东西 是更重要的focus这样 那Steven这边还有没有什么 特别想要提醒我们观众的吗 那我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昨天又简单聊到说 现在其实赶房客 是大家一直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COVID之后 法律变了不少 那有两个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现在其实加州 有statewide rent control 意思说你现在要涨房租的话 以前当然有几个比较特殊区域 洛杉矶跟那个Santa Monica 大家都知道 可是现在已经变成是 全加州都有这个rent control 所以你要先确定一下 你要涨房租之前 你到底能不能涨 或者是你能涨多少 就是要请你确定一下 不然的话到时候房客不付钱 跟你打这官司 你输的话又要再付这个律师费 那第二件事情 我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现在已经要赶一个房客 逐约到期想请他走 现在在洛杉矶有这个relocation fee 那他可以到蛮贵的 像我最近有个客人 他就不知道 那他就花了两万多块 才有办法付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些 专门做房客的官司的律师 那他们就是专门赚这些钱 所以就是小心一点 因为房客虽然说没有钱请律师 可是已经有专门的律师 在帮这些房客 所谓的伸张正义 那对房东来讲 对Agent来讲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谢谢Steven 特别提醒我们 那这也回到我们这次研讨会 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你其实花个几百块 跟专家咨询一些 你真的身为房东 或者身为投资者 需要知道的资讯 真的可以帮你省去 后面很多的风险 或者是危机 所以谢谢Steven的提醒 感谢 感谢你今天 有需要联络的 我们大概后面 都还会有在QR Code 给大家扫 谢谢 谢谢Steven 拜拜 拜拜 拜拜